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是2023年3月14日 虽然天空中还飘散着灵星的小雪 但是春天确实已经到了 我种植的郁金香已经盛开 特别是破土而出的那些豌豆苗 真是让人震撼不已 那种美,那种力量 让我们不得不去重新思想 为什么说上帝是生命的主 为什么主耶稣教导我们说 你即使获得了全世界 却失去了生命又有什么意义呢 生命的美好 给人的希望 带领人去思想 生命之主,创造之主 并且向往永生 是无法替代的一种功课 小鸟继续在园中跳跃 互相追逐 在刚刚解冻的河面上旋转 并且升堂,护棚,引半 而我去年冬天为这些小鸟所造的小房子 现在已经都是客满了 也许还应该再多建造几个鸟房子 因为显然还有一些居民 没有实现暗局工程 但开支是一个压力 希望神有预备吧 这两天看 那位叫杜拉的老人 美国那位老人的余生的田园生活 确实感慨不已 应该叫塔沙杜朵 似乎是一位日本的摄影家 把他的片子分享给了世人 但是长期以来 我想无论是日本人 还是中国人 对田园生活 有着深刻的误解 有着错误的应用 也许日本人还稍好一些 因为在泛灵论的框架之内 就思想所谓的自然和田园 总比人民是江山 金山 银山 这种俗不可耐的滥用 要更接近启示的真相 当然最恶俗的滥用 就是归隐田园的那种 桃园名式的传统 实际上真正的田园生活 并不是指我们离群所居 与其他的人群 特别是生命去隔离 事实正相反 它真正的意义在于 暂时与人群隔离 但是不是与生命隔离 而是去更集中精力的 全面的接触 更多受造的生命 无论是植物 还是动物 当然也包括神所创造的山川与河流 这正是伊甸园里的一幕 那里有各样的树木 各种动物 还有四条大河 以及神所造的矿物宝石 让我们借着所有的一切受造之物 去认识和赞美上帝同时思想 人和这一切受造生命之间的关系 正像圣经说的 你去问水里的鱼 它会告诉你上帝是谁 它会指教你 所以无论是一条小鱼 还是一只蜂鸟 或者一株小草 每一个受造的生命里面 都包含着 上帝对人类呼喊的信息 对人类尚未绝望的信息 照亮着我们回家的路 在圣经当中 至少有四位人物 他们和田园的那种关系 像我们至少启示了四个方面 在人本主义范畴之内 无法寻找寻到的真理 或者真理的真相 第一当然就是亚当 上帝把亚当放在田园中 那说到田园呢 叫伊甸园 亚当学习到的功课 实际上就是责任 就是管理治理 修理 看守伊甸园里的动物 和植物的责任 亚当犯罪在某种意义上 是因为他忽视了 或者放弃了 看守田园的责任 这成了人类千古的境界 魔鬼试探亚当 是激励亚当起来做上帝 但是亚当按照魔鬼的试探 或者屈服了魔鬼的诱惑 他所看到的结果 和他自己所盼望的正相反 他看到了自己的羞耻 人本有神的形象 那么创世纪第一章 告诉我们神的形象 其实就是治理管理这地 对一切其他的受造生命 承担爱的责任 但是魔鬼让亚当不看上帝 也不看其他的受造生命 只看他自己 当一个人完全关切自身的时候 他就一定会陷落到地狱之中 陷落到魔鬼的网络之中 这是田园里的第一个功课 最后他会湿起田园 这也是今天中国人 堕落的基本轨迹和结局 在中国已经不再有田园了 所有的田园都姓党 然后又姓习了 古代姓赵 中间姓党 现在姓习 在甲三位一体的践踏之下 田园荒芜 村草不生 那地已经不再适合人类居住了 那根本的原因 其实就是他失去了 人失去了 爱的责任 除发点在于人的自私 只看自己 第二位田园的功课 经历田园功课的人物 实际上就是诺亚 诺亚被神称为义人 但是诺亚在洪水之后呢 有一个非常奇特的动作 奇妙的工作 诺亚和从人的角度说 诺亚对洪水之后的所有的动物 有再造之恩 算是他们的救主 我这打着引号 当然归根结底 出于神的救恩了 然后在创世纪第九章 神还特别的告诉诺亚 可以使用动物 尽管那个动物 我们可以有不同的解读 也许仅仅指 某种爬行类的动物 或者无脊椎动物 这个我们可以再商榷 但是奇妙在什么地方呢 就是已经成了动物救主的诺亚 并且得了神恩许 可以将动物作为食物的诺亚 他就选择了一个 使用动物 或者与肉食生活 完全无关的新的生活方式 那就是他做起了农夫来 栽种了葡萄园 我们今天回去看 这一个洪水之后的这位 所谓从一本造出万族来的 这位人类的先祖 他让我们看到的是 爱和怜悯 舍己 节制 这是田园生活本身 向我们彰显的 我们说这位塔莎 杜朵老人 感动了很多的人 其实在某种意义上 他活出了一种勇敢 这种勇敢 首先是 在一个 一位老人的余生当中 他靠自己的 劳动 解决自己的 基本的生活 这是田园生活 给人一个基本的祝福 不是欺骗 不是掠夺 也不是伤害其他的生命 而是用自己 平平常常的 这样的一种 劳作 农夫般的生活 而充实的 平常的 度过自己的余生 这是一种最大的勇敢 第三位呢 实际上我们可以说是约伯 约伯在某种意义上 比诺亚似乎更是一位义人 义人受难时 成了约伯纪一个 令人印象深刻的主题 他愤愤不平 我们可以说他有理由愤愤不平 就是义人受苦 这是一个 充满挑战性的神议论的问题 但是我们非常非常诧异的 我相信很多人读约伯纪的人 都非常诧异的 就是在约伯纪结束的这几章当中 上帝并没有直接回答约伯的疑问 当然他那些朋友也把 也试图把他捆绑带偏了 用律法主义各种灵恩的属灵的高调 神的绝对主权的 加尔文主义的这种高调来捆绑他 神降临 但是没有直接回答约伯的问题 一个方面呢 否定了那些朋友的假冒伪善 假冒属灵 但另外一个方面呢 神在约伯纪最后几章里 用大量的篇幅 让约伯去思想一切受造植物 特别是十种十二种的动物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如果今天从田园生活 这个角度来看 我们似乎恍人大悟了 约伯呢 似乎比别人更有理由抱屈 因为他是一个义人 他比我们更有理由 愤愤不平 换言之 他觉得自己是个什么 是一个很了不起的 不应该承受这些苦难的 这样一个伟人 当上帝打开田园 让他看见亚当和诺亚 都曾经看见的那些动物的时候呢 神的意思可能是在告诉约伯 在一切这些受造植物面前 或者记得这一切受造的 奇妙的动物的见证 你去思想那位创造主 他是何等的伟大 那么你这个受造的生命 以及你的无辜受难 在那个创造主的面前 实在是太渺小了 这并不是说神不纪念你的苦难 而是说如果你指着你的伟大 来抱怨上帝在苦难当中的 无所作为 你所依凭的那个伟大 在神面前实际上是一文不知 什么都不是 我们可以换个角度来讲这个问题 也许更为清澈了 一直以来呢 很多人都不断的在攻击我 或者在质问 就是你为什么总批评习近平 你为什么这么讨厌他 我们今天也可以 借此来讨论一下这个有趣的问题 是的 我为什么如此的厌恶习近平呢 我想至少有三个理由 第一个理由 本来你就是一头猪 你却非要演上帝 这岂不令人厌恶吗 第二 你演上帝 自导自演自嗨也就算了 你还要逼迫我们 逼迫别人 逼迫人类 承认你是那个上帝 第三 他豢养了一匹疯狗 这头猪 豢养了一匹疯狗 逼迫别人承认他演的上帝 这场演出是真的 那么无论作为主演 还是作为这些帮凶 在他们持续坚持 他们的这位主席 是上帝的过程当中 最后就自体中毒了 什么意思呢 就是他真以为 他演的是真的 他们所捍卫的 那是真的 那么这种状况 就造成了一个妖魔 一般的族类 他们就的的确确的 成了绝不悔改 自以为意的撒旦的儿子 所以这三个理由 让我们不得不厌恶习近平 就像圣经说的 热爱伊和华的 都当恨无罪恶 当他们 当这头猪去演 我们被 我们尊称为天父的上帝 去演三位一体的时候 任何一个稍有信仰常识的人 你不可能不回到 圣经当中去 所以他说不 但是不但如此 我们今天借着 约伯这个话题呢 再来看一看 他本身所做的相反的见证 约伯 他抱怨上帝 或者他演伟人 演某种神性般的人物 你还可以说 有情可原 他毕竟是个义人 你说你比猪还蠢 比鬼还坏的这么一位 你天天演神 赠物不仅仅是出于人 根据实戒 根据神的律法 神赠物这样的 撒旦之子 你可以在真言书里面 你可以在启示录里面 看见这种赠物的圣经根据 所以我们从约伯的田园生活当中 或者神给亚当 诺亚 约伯 三位人物的田园功课当中 我们既可以看到 上帝带领我们返回田园 要我们重新学习谦卑 学习信仰 学习爱 学习责任 也学习赠物 现在这个基督教已经失去了钥匙 也失去了赠物的能力 他们觉得你憎恶 你就没有爱 如果你不憎恶假神 你对神对人的爱 一定是假的 你就是撒旦之子 但是还有第四位 这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他的田园生活在 马可福音第一章 在马太福音第六章当中 都有充分的 记载 在马可福音第一章 他与动物在一起 在马太福音第六章 他指着天上的飞鸟 和地上的野花 教导门徒 这是田园生活的第四个功课 让我们学习平安 让我们学习在这地上 把生命看得过于饮食 让我们知道人活着 不单靠食物 也靠神口里所说的一切的话 2023年的春天 盼望更多的人返回田园 至少在复活节前 这个欲苦期当中 愿我们一起在田园生活当中 去思想 去思想亚当的功课 诺亚的功课 约伯的功课 还有我们主耶稣 每天指着草上应非 春暖花开 对我们的教导 你看天上的飞鸟 你看天上的地上的野花 愿主的教导 与我们众人同在 阿们 当我们都是草翼的 第二个 视频 是 这一句 这一句 稍后 是 我